滑林警分局线上巡逻远警 日前在行进林园二街时 发现了一辆黑色轿车 逆向围停在路口 于是上前盘查 而车上两个驾驶人乖乖配合 但坐在副驾驶座的乘客 则是先说没有带身份证 接着又说忘记带证号 与警方盘旋后趁机逃跑 与警方追逐了白米后 因为体力不佳而遭到了警方压制 而一查才发现 他原来是身背三条通气的同习犯 警方走向黑色轿车 要车上的两名男子 立刻下车接受调查 驾驶乖乖配合 但副驾的这位乘客 神色慌张 讲话含糊不清 就是不肯正面回复 警方提问 一下说没带身份证 接着又改口说忘记号码 男子不断找借口 还直言要带远警回家拿证件 爽快答应后 下一秒男子突然转头 拔腿狂奔 远警一路追捕 两人跑了上百公尺 男子这才体力透支 最终遭到远警盆辣椒水压制 事情发生在花莲 零元二街 27号清晨5点多 巡逻远警在路口发现黑色轿车 逆向停在路旁 心机可疑 于是上前盘查 而坐在副驾的48岁 王姓男子 就是身背三条 通气的通气犯 在搜索的过程中 也在饭前的身上 包包内 起出毒品 安非他命及海洛因 男子担心通气身份曝光 也怕警方发现 自己身上藏毒 才会心虚落跑 最终人不敌远警的好体力 狼狈落网 依法送办 记者林千亿 徐利勤 花莲报道 负荣 负荣